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是湖北的武汉,我现在为武汉的汉口言,先让大家所看的这条路,首先是市中心的一个主干道,解放大道啊 我现在为武汉协和医院这个门口这边啊,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武汉协和医院目前里面的一个线段是什么样子 看里面的人多不多啊,这边是门诊楼啊 然后这边的话是这个急诊,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门诊大楼,等下我走进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医院里面,现在人多不多啊,协和医院呢 实际上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医院啊,正前方那边是大门,看到没有,这边是门诊楼啊 武汉今天这个门嘴是挺高的啊 这个是武汉的一个协和医院的主院区啊,这边就是解放大道,正前方那个高楼的话就是武汉的国际广场 然后旁边的话,对面的话就是中山公园,这边的话就是武汉的协和医院啊 我现在走进来,朋友们看,这是一楼的一个现状啊,一走进来的话人善人喊,没想到这个下午 还有这么多人呢,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哇塞,到处都是人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有这个自助纪 这边好多人在这边排队拿药的啊 这边是应该是药坊在这边拿药的啊 这个武汉的协和医院呢,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实践于1866年啊 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的综合肾党公立医院 双一流高校附属医院啊 国家的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全国的百家医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很多啊 历史悠久,实力容后,医院前身始建于1866年的汉口人际医院 寓意仁爱及时1928年签职,限制联合办院更名为汉口的协和医院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上到二楼这边来了啊 我看一下啊,每一层的话人都特别多 因为这个医院也是武汉最好的一个医院之一啊 所以说每天去全国各地来这个医院来检查身体的人特别的多啊 所以说这个导致的医院里面人也是比较多的啊 因为这个医院也是比较大也比较好嘛 大家看一下啊,二楼这边的话人也是挺多的啊 看到没有,每一层的话有缴费的 然后还有这个自助机 现在来这个医院的话,说实话挂号缴费都是非常方便 每一层都有这个自助机啊 特别的方便啊,不需要说啊 去那个人工窗户去排队啊,怎么样啊 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很多人来医院的,有的还是非常自觉的,戴着口罩啊 看到没有,朋友们 这边的话也是这个整个二楼 武汉的协和医院的医院现有的职工是7751人 其中的专业的技术人员有6715人 高级支撑的话有739人 享受的国务院特殊进步97人啊 技术引领,服务百姓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协和医院下午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上午这边过来的话 以前我来过,上午人也多啊 没想到这个下午还有这么多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医院的话就位于武汉的解放大道这边啊 旁边就是武汉的中山公园 二号线的地铁线啊 中山公园站就可以到了,非常的方便啊 然后来这个医院的话乘坐地铁啊 公交车啊,出租车的话 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地铁换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我现在来到这个三楼啊 这个武汉这个汉口这个协和医院 这边是一个主院区啊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来这边捡了 身体不要跑错了 因为这个协和医院 大家有几个分院啊 所以说这边是一个主院区 汉口属于主院区的啊 看到没有,这边是复刻啊 可能在这边生宝宝的人也是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现在上到这个四楼来了 朋友可以看一下没有 四楼啊 在东厂里也是坐了好多人的啊 没想到这个下午人也这么多啊 以前我都是上午过来的 今天下午从那边走啊 顺便大家看在里面的一个现状啊 但是没想到这个下午在里面的话 依然也是人山人海啊 很多人看到没有 在这个行李啊 直接可能是下了车 可能直接都来这个医院来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武汉协和医院里面的一个现状啊 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地下的话也是最好的一个医院 第一的一个医院啊 所以说每天呢 他不光是武汉市本地这边 有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们啊 可能都是牧民人来的啊 到这边来减他身体 因为每年的话 可能一个年头年尾年中啊 很多人会减他身体嘛 半年减他一次嘛 做一个体检嘛 所以在岛这个医院的人比较多啊 看那边这边又有点啊 箱子在这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好了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实拍啊 医院再好啊 小猪呢也不希望有多有一个病人啊 也希望大家 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 可以看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就是整个门枕楼里面的一个现状啊 然后那边还有什么内科楼外科楼啊 医院部都有的 非常的大这个医院啊